應該說這個問題殺傷力很大 第一個 盧沙爺對歐洲表現出來的這種不友善 對歐洲這個秩序的挑戰和顛覆 這已經引起歐洲國家的警惕和反感 讓他們會重新的考慮歐洲和中國的關係和台灣的關係 那麼如果中共真的像法國總統表示那樣好像可以袖手旁觀的話 那麼中共吞命台灣那對歐洲也將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再一個盧沙爺的言論實際上對歐洲那些綏靖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嘲諷 當然我們可以這個裡邊我還可以談一點就是說 剛才孫女士提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歐洲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在這個問題上歐洲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過高的估計歐洲某些政客的道德水準 他們選擇綏靖政策並不是他們不知道這個政策的危險所在 他們只是看中眼前的利益 他們不想為道義付出太多的代價 另外一點在經濟利益上歐美存在著競爭關係 中共的分化可能會起到一定效果 但是我想如果真是到了關鍵時刻 到了歷史性的這種決定性的時刻 中共分化歐美的企圖還會註定會失敗的 畢竟歐美在重大的國家利益上他們還是一致的